中國高速鐵路系統的開發商在星期一測試了長達1318公里的京湖高速鐵路 從北京開出的列車,再有政府官員、記者和鐵路建設公司的管理人員 新投入服務的京湖高鐵單程5小時,比普通火車的時間縮短了一半 中國政府正在建設幾千公里的高速鐵路,將龐大的國土連接一齊 但批評者認為造價幾十億美元的計劃太昂貴 而中國還有千百萬人民生活在赤貧當中 高鐵建設主要是為了提升北京的形象